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波克夏最新公布了第四季的持股名系 结果却意外大买了苹果33万股 大砍台积电5176万股 全区幅度高达了86% 对于巴菲特错失了台积电ADR今年第一季31.5%的涨势 而这个利空的消息一出也让台积电ADR盘后应声重挫超过4% 因为看看去年11月中旬的时候 其实巴菲特才砸下了超过41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230亿大幅加码了台积电 持股比因此来到了1.41% 同时跻身台积电的前十大股东 而市场也原本以为巴菲特进场之后将会长期持有 没想到却在今年的第一季之后出现反转大卖 跌破了外界的眼镜 而目前波克夏在台积电ADR股东的排行当中 也从第一名倒退变成了25名